中小平中議員為什麼之前挺韓國瑜 現在反而不挺韓國瑜 這匪夷所思 那如果中小平你認為你被韓國瑜騙了 那來轉而支持柯文哲的話 是不是要告訴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們全部不要被國民黨的這些 台面上的候選人騙了 因為連你們的 最清楚你們黨內的機制的 基層民代 都已經代槍投靠非國民黨籍的 那代表你們台面上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真的可能騙很大 選舉最後面都是要死歸 孤人要站在我 那我個人認為中小平現在決定了 離家出走了 那可是國民黨裡面的初選內鬥 還是非常的明確跟嚴重 那最後面會不會整合 還是說真的如說大家所在網路上討論的 用腳投票 這個部分如果真的成立的話 那國民黨在這次選情上面 真的是岌岌可危 各個五個參選人的這個陣營 已經呈現高度緊繃的狀態之下 那任何一個人的這樣的一個表態 尤其又不是表態在國民黨內的話 是不是會引起其他的人說 也來支持跟呼應 我覺得這裡面當然會牽扯到的就是說 他能夠後續帶動了多少的效應 不過看起來今天在國民黨陣營裡面 其實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這個回想跟回應 拋出這樣的一個議題對於他個人來說 他當然會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同樣的狀況在其他的人部分 他們也會去思考跟國民黨要決裂 或者跟離開國民黨之後 對於他們個人的政治生涯或者是政治生命 會不會有有助益 我覺得倒不至於會擴大 因為這個小平議員他是要選立委選到底嘛 那不是每一個議員都是要脫黨參選 那大多數的人可能就是國民黨提名的人 他們就會去支持 不管有沒有小平哥他脫黨參加柯正營的事情 柯文哲對國民黨的威脅性 乃至於對民進黨的威脅性 一直都還是非常大 柯文哲的反應還蠻特別的 因為過去這個鍾小平曾經說過說支持柯文哲的人都是腦殘的 那柯文哲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也說他要回去再想一想 還說人常常會隨著時間再做改變 先宣佈退黨有時候不見得是個壞事啦 也就是說未來畢竟還是會有一些空間 如果還要再回到國民黨內 這個總比你掛著國民黨黨籍 然後堅持參選最後被開除黨籍 來得更為有利跟划算 因為鍾小平議員他一直都覺得 他自己是應該要跟比較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民去對話 那2018年的時候韓市長他當然在這一塊呢 其實國民黨裡面最強 但是在這一次的總統初選裡面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各種的事件的關係 所以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好像 滑波移動的速度是比較快一些的 所以這也是就是鍾小平議員他有談到就是說 他覺得中間選民在反送中這個議題上面 可能會對韓市長比較反感 那會不會這就是一個原因為什麼他要去找柯皮 因為中間選民跟年輕人是最多 我個人認為鍾小平這局玩太大 不過曾經幾時你說過投給柯文哲的都是腦殘 那現在你又帶槍投靠 那你是腦殘的什麼點點點 我覺得鍾議員你可能要再思考清楚 如果這件事情柯文哲在之前就窒息的話 那代表他選總統是確定的 但如果柯文哲是不知悉的前提之下 那很清楚是不是鍾小平在一廂情願 或者是鍾小平不滿的國民黨裡面 現在的立委提名精致